合成图像实用技巧简单 那么相信很多小伙伴都非常热衷于图像的合成 对不对 那今天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实用的合成的技巧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汽车图片 准备一个背景图片 我们要把这个汽车呢 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背景上 这种白底的素材 大家很容易找的 很多的素材都会刻意的做成白底 我们直接把汽车图片拖到我们的 另外一张背景上 卡上加T 把它适当的缩小一点 比如放在我们桌子上的这个位置 对不对 好那这时候 如果说我们要把汽车合成到这个桌子上 我们常规的做法怎么办 把汽车抠出来 对不对 那这时候注意汽车底下的阴影就没有了 今天的这个教程 让大家合理的去跃用到我们原图上的这个阴影 首先我们用快速选择工具 选择主体 一定要选择汽车图层 选择主体 把汽车的主体大致的给它选择出来 如果说车窗的这个位置 我们不需要 对不对 按住ALT键 大家注意看 圆形的中间会变成一个解号 把它拣选 这边我就不做的过仔细了 好 在有选区的情况下 我们直接在底下的这个位置 给它添加一个蒙版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只剩下了汽车的图层 对不对 好 把这个图层看上加J 复制一层 那么注意我们上边的这个图层呢 是我们的汽车图层 底下的图层 我们要做出它的阴影的感觉 好 首先我们把上面给它命名为产品 这样方便大家来观看啊 底下命名为影子 好 产品我们已经有了 对不对 我们需要做出影子的图层 那怎么做出影子呢 首先我们选择底下影子图层 后方的蒙版 看出加A反向 好 这时候白色的背景显示出来了 我把上方的汽车给它隐藏 注意看 我们其实底层的影子 我们只有白色的背景加灰色的这个部分 我们汽车的部分是没有的 我们两个图层合成了 才会有这样一个效果 对不对 好了 那这时候 把它的图层货模式给它更改为正偏叠底 影子出来了吧 但是注意边缘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很生硬 好 这时候Ctrl加L调出它的色接 把我们的白色滑块向左移动 直到我们的边缘完全的消失 好 这时候影子也有了 对不对 如果说你觉得影子效果不明显 移动中间调滑块 向右移动啊 它的影子就会加深 调整到你自己满意 那这时候一个很逼真的投影的效果 是不是就制作完成了 搞定了 你学会了吗